去年这个中美贸易问题刚刚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么大 美国人最多也就是刚上任的总统 表明一下对中国强硬的态度 毕竟是两个意识形态不相同的国家 威胁威胁就算了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呢 好像还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抱有幻想的不仅仅是内地的市场 还有一点就是 你来不及撤离了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全世界在中国都有投资 美国的投资 相对来说在中国是最多的 很多大型的美国企业都进入中国 有一些呢 因为原材料的问题 把加工厂设在中国 是他们最划算的 那么一年多下来了 现在不仅是美资在撤离 其他国家的资本也在撤离 其实我们看到最多的 最早的是日本企业在撤离中国 现在已经发展到 连台湾资本都在撤离 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撤离 那么好了 这两个都指望不上 还能指望一点 中国有很多这个经济学家 在判断 如果说中美之间发展成一个漫长的贸易摩擦 现在不谈贸易战 贸易摩擦 那么美国最终的终端的消费者 是要倒霉的 对吧 就是说你 美国消费者要付出更多的钞票 来购买生活用品 也就意味着 源自于中国的 价格相对低年的这些消费者 是无可替代的 他们无论从数量 还是从类别上来看 你一是办法找不到替代国 那么如果说从中国少进口商品 或者因为关税的问题 加税了 加了25% 那么最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的老百姓 那么在这种舆论压力之下 美国政府有可能就会放弃 与中国长期展开贸易摩擦的这种设想 那么一年多下来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截然相反 你在美国的超市里 你会感觉到 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这些替代品 一夜之间就替换掉了 原先满世界都是中国制造 来自于印度的 来自于泰国的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 来自于越南的 这些商品价格质量都与中国原先提供的商品 差不多 而且经常还有一个错觉 就是好像 东西降价了 不是说 中国不提供商品 或者中国过来的商品 加了25%的关税以后 那么消费者买单的时候要多付钱吗 怎么现在感觉到是截然相反的呢 其实有人专门探究了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个 中国能够提供给美国的 或者说提供给其他国家的这些商品 它不是完全没有替代的 所有中国能制造的 包括中国人一直认为 是自己特有的东西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都有人可以造得出来 而且甚至造得更好 这就很奇怪 那么远都不说 是吧 单说一个茶艺 很多人喝茶 只喝印度红茶 就是所谓的大吉岭红茶 根本就不喝中国绿茶 那你说这是一个特例 那我们看看 有别的国家能造出车豆腐来吗 这个我没买过 我不太喜欢吃 目前还没看见 但最起码酱油是有替代过的 有很多朋友向我推荐日本酱油 它的价格比中国来的 并不是高了很多 而且呢 它用的是古法 小作 日本酱油 有80%是所谓的 本量脏 就是用大豆小麦 微生物发酵 不添加任何食品 添加剂 这种酱油 你吃完了以后 你就不会再去买中国酱油 对不对 价格相差不大 吃的放心 感觉挺鲜 而且呢 它最关键的 它不加任何食品添加剂 而且它在卖的时候 还专门打上一个标记 它用的大豆是非转基因大豆 这就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日本酱油 如果说替代中国酱油 你只要买两回 你就不会再去考虑 即便中美之间 贸易问题结束了 所有的商品都不加价 不加关税了 你也不会再去买 中国酱油 是这个道理 其实来自于亚洲 其他国家的这些替代品 它价格低于原先 我们看到的中国商品 是有原因的 因为中国商品已经被加价 被加税10%很久 所以过去一年中 我们看到的中国商品 其实已经调过价了 那么你现在来自于 其他国家的商品 它连这个10%都没有 别谈25% 所以它的价格 不仅不比你高 机油可能还比你低 而且因为 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直接导致亚洲航线 运费降低 原先我们知道 全球60%到70%的集装箱 这种滚装船 它是往来与中国与全世界 那么现在呢 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 越来越少 那么船还是这么多 是吧 不能说中美贸易减少了 是吧 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 二月份公布的一个数据是 双下滑 中国对美国出口和进口 都下滑了20% 那不能说因为你 中美之间的贸易额 减少了 船东就把这些船拆了 那么他们也在观望 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改善的余地 有没有可能这个贸易战 突然结束了 对吧 所以跑这条线的这些轮船还在 它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运飞 所以来自于亚洲正在替代中国商品的 这些替代国的商品 它运到美国的运价降低了 据说降低了5%到10% 那么还有呢 很多中国商品 在美国已经进入美国了 因为后面接不上 所以出现了断码 需要清仓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超市里 有很多打折的中国商品 这个东西确实是很麻烦 原先这可能是 坐在书房里编写这个 中美贸易战会导致 美国零售商普遍叫苦 老百姓要增加 购买生活用品的这个支出 那么美国政府受到这种压力 会放弃与中国长期 打长期的持久战的这种想法 那么好了 这个想法现在落空了 而且随着中美之间相互的调整 美方会在全球范围内 寻找更为合适的替代 说到底一句话 中美之间的问题 它不仅仅是中国 长期玩弄世贸组织的规则 甚至蛮横的 想把自己的一套 推向全世界 其实背后还有一套 就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 二十年来 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了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 而中国周边的这些 或者说更难编的这些国家 他们有足够的劳动力 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很低 在中国雇一个人的工资 在人家那可以雇三个 四个 甚至能雇五个 那么他们非常热切地盼望 能够改变贫穷的现状 他们在结果从中国转来的 这些企业的过程中 再投入到生产中的热情 以及整个国家 焕伐出来的这种活力 很容易让我们想到 几十年前的中国也是这样 中国因为劳动法的推行 因为青年人 是2012年就出现过的用功荒 很多人不愿意进入生产线 或者说 劳动力成本普遍地 一轮一轮地提升 很多企业早就考虑撤离 甚至在中美之间 还没有贸易问题的时候 人家就往外撤 外资在撤 中资也跟着往外跑 我们甚至看到 前两天看到 如果苹果系列 是吧 生产商有要求 连台资的红海 都能做到随时撤离 也就意味着 在中国境内 动辄几十万雇员的 富士康也会撤离中国 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跟原先 很多中国专家 预测的 因为中美问题 导致美国消费者 激发烂叫的这种现象 不仅没有发生 而且还出现了一个 非常奇妙的相见 美国有很多进口商品 原先 进口至中国 他的物价正在下跌 很奇妙的一件事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